这个世界有许多的消息 会让我们恐惧占尽 这个世界甚至没有什么好消息 可是神的话语却告诉我们说 只有好消息 十股怎样 十股滋润啊 你知道吗 忧伤的零食骨枯干啊 如果你每天吸收的都是坏消息 然后你还说 这个才是实际嘛 这个才是现实嘛 那我们就要好好捞一捞 到底什么是真实了 上帝要鼓励我们啊 无论这个世界有什么消息 在他那里永远只有好消息 好消息就是肥牛都已经窄了 当浪子回家的时候 爸爸已经窄了肥牛犊等着他回来 当大儿子在愤愤不平的时候 爸爸劝大儿子说 孩子啊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不要再斗了 不要再争了 不要再耳鱼我炸了 不要再用自己的手段捞多少了 赶快来享受筵席吧 一切都是你的 不要斗乃要吃 一切都预备好了 大家一起来跟牧师宣告说 2019年神为我一切都预备好了 Amen 在黑暗中 我们怎么样能够闪闪发亮呢 你打开各样的媒体 各样的报纸 你都看到很多负面的消息 看完之后 里面的体贴肉体的想法 很容易出来的 就是我要赶紧啊 我不能落后啊 我要努力啊 我要拼啊 可是你看到我们刚才 这位弟兄所分享的见证 他在鼓励我们 不是要讲安息 而是要活安息 你看很多的好事情 接二连三的发生 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好事情发生的时候 恩典临到的时候 这挡都挡不住 他正在看直播 而且现在一定在偷笑 你知道吗 好事情发生 弟兄姐妹 真的要看见 就是在现在 神正在为你的家争战的 为我们的教会争战 为你的事工 服事上的 健康方面的 任何一个需要的 就是现在 圣灵正在施行救恩 神为我们争战 不是指耶稣要再下来 为我们上十字架 而是说圣灵在运行 把基督完工的这个救恩 给运行出来 给施展出来 以色亚书六十章 一到二节 神的话也鼓励我们说 兴起发光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耶和华的荣耀 发出照耀着你 看啊 黑暗遮盖大地 幽暗遮盖万民 耶和华却要显现 照耀你 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 弟兄姐妹 无论多么黑暗 神的荣耀 神的光 已经照在你身上了 他已经在我的里面 换一句话说 你一直坚定地认定 这一个真相 耶稣已经在我里面 智慧的源头在我里面 我或向左或向右 他会不断地引导我 使我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的 我不需要先来求问人 我要先来求问他 给我内部的好消息 他会带着你 绕过一切的阻碍 直达生命尊荣的得胜之地的 2019年是神要高举你的 尊荣之年的 我如此相信 这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他伸出施恩的手 他说 孩子 预备好你的心 顺兵也预备好 你领受的口袋 因为2019年 一定的弟兄姐妹 世界越黑暗 神的儿女越发光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圣经 你一旦领受这个真理的启示 并且在信心中 信心是因为被爱 因为恩典 所以自然而来有信心 所以当我谈到说 在信心中跟随神的时候 也是说在被爱中 在跟随神 你会发现 他带领你一直往前走 你会很惊奇地看见 无论别人在抱怨大环境怎么样 你宣告 我的神永远作者为王 当乌西亚奔的那一年 耶和华依然坐在 高高的宝座上 你还记得吗 无论这个世界怎样 风云变幻 而神的话语说 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 好像龙钩的水怎么样 水一流转 但我们的主耶稣 他昨日今日 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 他说我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而我们特别留意 神说我的光 我的荣耀 是显在你身上 什么意思 神说我要救你 还有你的全家 弟兄姐妹啊 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 不要先想着 神要怎样使用我 或者甚至在想 神就是来利用我的 我们不是在想 我要怎样为主 而是要先不断地看见 主已经怎样为我 他说我的荣耀显在你身上 我的光照亮你的前程 你知道今天 如果一个基督徒 在律法的思维中 常常想着 我要怎样爱主 我要怎样为主而活 我要为主做什么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 今天中国教会 一个非常惨不忍睹的真相是什么 有许多的牧师 传到服侍主的 很多年的老信徒 爱主也好 服侍主也好 到一个地步 甚至家破人亡 我以待尊重和忧伤地讲这段话 甚至服侍到妻离子上 为了来教会服侍 家庭完全都不顾 而保罗说 人若不照管自己的家 也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神是要先救你和你的家啊 哈利路亚 不是说不要来服侍主 服侍主都是我们先被主服侍的结果 你好了 你的全家都会好 你的家好了 教会也会好的 Amen 上帝总是先关注你 你看见了吗 神说我的荣耀显在哪一个国家 我的荣耀显在什么一片土地 神说我的荣耀就是显在你身上 耶稣是搞个人灵受的 耶稣不是搞批发的 跟你旁边的人说 耶稣是搞灵受的 不是搞批发的 跟他说Amen 哈利路亚 什么意思啊 弟兄姐妹 耶稣关注的是一个一个 他可以长途跋涉 来到没有人愿意跟他在一起的 那个圣马利亚 雅各景棚的妇女啊 耶稣去挽回拯救他 耶稣来到 所有的人都恨之入骨的 傻呆的家里 就是为了这一个人 为了这一户人家 耶稣去到罪人啊 税吏的家里 他甚至被法利赛人讥笑 说这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 而他们恰恰讲出了 耶稣爱的生命啊 耶稣是关注各体的 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的时候 在黑暗中 我依然山上发光 主啊今天 我是你所爱的 无论在哪里 你都愿意爱我 就算我走迷了 你用恩慈 令我悔改 圣经说 这个世界的一个光景是怎样 黑暗遮盖大地 幽暗遮盖万民 这个世界已经把白的 说成黑的 把黑的说成白的 这个黑暗不是指自然环境 当然可能也包含在内啊 但最重要的是讲到这个世代 人们的心被黑暗笼罩 人们有一种超自然的被门壁啊 甚至许多的基督徒也被门壁 不让基督福音的光 照在他的身上啊 人们会把纯正的福音 竟然论断为这是异端 这是错误的话语 人们竟然把掺杂的 谎言和福音混杂的混合体 说这才是唯一的真理 这是一种属灵上的门壁啊 黑暗遮盖大地 幽暗遮盖万民 人们宁愿相信谎言 却将真理拒之千里啊 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他说啊 从前谎言和真理 在同一条河里面洗澡 后来谎言呢 洗完澡就先上岸了 两个人呢都脱了外泡的 结果谎言先洗完呢 上岸了 他看看自己破烂的外袍呢 就算了 我不要了 他就偷偷地穿了真理的外袍 溜了 结果真理上岸以后呢 发现谎言偷了他的外袍 留下他自己的臭外袍 真理呢 就不愿意穿谎言的外袍 从此以后 人们宁愿相信 披着真理外袍的谎言 也不愿意相信 赤肉肉的真理啊 赤肉肉的真理是什么 就是耶稣说 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若不借着我 就像保罗说的 我不知道别的 我只知道耶稣基督 定他所定的十十架 意思就是 我只知道十架的完工 我是靠着十架的完工而活的 我是靠天吃饭的人 这是赤肉肉的真理 人们不相信 人们说 哎哟 法利山人哪里受得了 咽得下这口气 我们那么努力的 哀嗲 昂将毁扬 我们那么努力的 遵行这些律法 我们那么努力的 冲冲冲 我们那么努力的 拼拼拼 现在你告诉我们说 耶和华所赐的 福祉人富足 不加上忧虑 而且还只要活安息 还不能讲安息 讲安息都不行 还要活安息 而且希伯来书第四章说 你要歇了自己的功 What 这么容易 他们不能接受 唯一的反应 就是要磨害耶稣 因为人们不相信 哪有我什么都不干 我就可以白白的 自取和领受 而耶稣 早已经自体有生的说 你们白白得来 也要白白舍去 这里面的重点是 白白 神气不爱惜 他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希伯也把万物 和他自己一同 白白的 赐给我们吗 你看见神的心吗 赤肉肉的真理 很多律法和残杂的人 很难领受 因为好像废了他的武功 但是神说 不是看你的功 而是看神的顽功 保罗为什么这么愤怒 他在加勒太书里面说 如果有人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因为他们批的 看起来是真理的外袍 其实本质上是 激发人的肉体 激发人的功 到最后 人依然活在咒诅之下 因为应许 不本乎于做功 只本乎于信 而信就是安息 而主要对我们说 孩子啊 2019年 世界只有坏消息 可是在他的家里 在他的宝座上流出的 永远只有好消息 跟着他一步一步前行 只有好消息 以撒 所有的人都说 逃到埃及吧 因为基拉尔曾经是荒凉 所有的人都逃到埃及吧 埃及是丰盛的 埃及代表世界嘛 上帝却对以撒说 留在基拉尔 所有的人都逃跑 以撒 跟随神的声音 那一年 他有百倍的收成 你看到了吗 不是环境怎么样 而是有没有听清楚 神的话 在神的国度里 我们每一天 只是做两件事 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 告诉我们 阳听目人的声音 而他也认识我们 我们要听得对 留心听 而且要开口说 诗篇一百零五篇三十七节 当以色列百姓 他们被恩宠 虽然曾经在埃及 做了那么多年的奴隶 从围奴之地出来的时候 三经说 他领自己的百姓 带着银子和金子出来 他支派中 没有一个软弱的 大家一起来说 没有一个软弱的 软弱的原文的意思 叫做盘山 摇摇欲坠 虚弱 你知道吗 好莱坞 曾经拍 以色列百姓 出埃及的 类似于这种电影 包括好莱坞 曾经拍过 一个电影叫《实际》 在那个电影里 电影导演的认知 是这样的 所以他拍出来的画面 是这样的 就是以色列百姓 当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那些人 都是胡子拉擦 腰酸背痛 腿抽筋 我们现在终于出埃及了 终于出埃及了 他们把以色列百姓 出埃及的这些画面拍出来 给人的感觉 全部都是从老人院 和疯人院的人出来的 根本没有明白 圣经的经意嘛 你看神怎样 论到他的儿女 从围奴之地出来 也就是说 虽然埃及是那样的黑暗 可是神的百姓出黑暗 要入奇妙的光明了 他们从黑暗中出来 他们不在黑暗的挟制之下 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是带着银子 金子出来的 而且他支派中 没有一个是软弱的 你知道 当我在默想这段话的时候 我真的要鼓励自己 也要鼓励你啊 2019年 变亚明支派 没有一个是软弱的 没有一个是被奇病 一直压着的 没有一个人继续让慢性病 折磨你的 没有一个 恢复健康 领受吧 2019年是恢复健康的 2019年是进入产业的 带着银子和金子出来的 你看 神怎样帮以色列百姓增长 因为我刚才谈到 好莱坞的电影 那个导演 他的观念里面 其实也代表很多 世人的观念 甚至一些基督徒的观念 认为以色列百姓 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是可怜兮兮的 其实我们 不要忘记 神在 逾越节的晚上 行了一个 非常超自然的神迹 你可以想象 这些都是奴隶啊 哪有奴隶 是没有一个软弱的 可能每一个人 或多或少都有疾病 甚至严重的疾病 可是那一个晚上 神做了超自然的医事 整个以色列百姓中 所有的人 都经历了神 超自然的恢复 等一下我们会谈到 因为他们在那一个晚上 领受了圣餐 其实领受那个羊羔 用火烤的 就是预表圣餐的 而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 你看见埃及人的态度是什么 出埃及记十二章 夜间法老招了摩西亚伦来说 起来 连你们带以色列人宠物的民众出去 依你们所说的 去侍奉耶和华吧 也依你们所说的 连羊群牛群带走吧 还有QQ里的宠物都带走 并要为我祝福 法老到最后竟然说 为我祝福啊 因为法老那个时刻 他的长子被击杀了 他感到怕了 那些的人 你还记得吗 他们来找以撒 我明明地看见 耶和华与你同在 主你与我同去 为我攻打我的仇敌 攻打我的仇敌 主你与我同去 摩西说 主啊 我坐口奔舌 不能啊 上帝说 我与你同去啊 而且我采拜亚伦啊 奉耶稣名祝福你 当上帝带领你 呼召你的时候 他为你预备 所有你需要的资源和帮助 你只有一个态度 跟着他就好 其他的都是他的征战 到最后 法老虽然一次一次的干涉 但最后还不是要软下来 谁敢拦住神的功呢 当耶稣被犀利王 曾经追杀 在他年幼的时候 玛利亚和约瑟带着耶稣 逃到埃及 而耶稣不能够活在埃及的 他必须要活在不利恒的 他必须要回来的 回到以色列的 可是啊 西利王还在啊 只要有耶稣在 西利王一定不会散罢甘休的 那怎么办 很简单 如果有需要 那就把拦住挪开了 神许可西利王怎么样 挂了 耶稣就回来 因为耶稣必须要在 以色列 在耶路撒冷的各个他山 成全救恩嘛 而西利王是个拦住 那很简单啊 冰来降等 水来土焰 神为你征战 没有什么权势 可以拦住你 你只是在正确的季节 跟随神 在这个季节 对你的引导而行 靠近他 基督的信仰不是宗教 而是关系 你看到埃及人 他们什么反应 他们催促百姓 打发他们 快快出离那地 因为埃及人说 我们都要死了 曾经压制 以色列百姓的权势说 现在你们快走吧 我怕你们了 你知道你身上的慢性病 今天要对你说什么吗 他说我要逃了 我在你身上 每天胆战心惊 动不动就奉耶稣的名 那个癌细胞也好 那个肿瘤也好 就颤抖啊 每天 他说你不走 我走啊 奉耶稣的名 他们害怕 不是因为害怕这些人 而是因为害怕 他们背后的神 三十五节 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画形 向埃及人 要精细盈气和衣扫 耶和华教百姓 在埃及人眼前蒙恩 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 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 夺去了 你说哎牧师 他们怎么可以夺呢 这个不公平啊 听好以色列百姓 在埃及做奴隶 做了几百年 这个是连本带利息 一次性还 无论曾经仇敌 在你的生命中 有什么样的偷窃 当上帝为你征战的时候 你会看见极大的恩宠 就像刚才我们的弟兄 分享了见证 恩宠来的时候 挡都挡不住的 一定的归还 他们不是要过多的拿去 他们只不过是得到 他们应该得的 而再加上点利息 他们把银器 经济都送给他们说 你们快走吧 你看到了吗 因为有人曾经质疑说 哎呀牧师啊 你不是说末后的时候 会有财富大转移吗 怎么世纪的人还在发旺 神的儿女好像还在受穷啊 这是一个过程 财富会先去到世界 会先去到埃及 但最后全部会归到末了的时代 让神的百姓全然地承受产业的 你看到了吗 虽然曾经所有的金银财宝都流向埃及 但最后以色列百姓 带着银子和金子出来 世界拱手相让 说这些都是你们的 今天你在职场 也许你现在看起来 是非常微小的 不起眼的 谁知道呢 上帝正在浇水 上帝正在松土 上帝正在降下春雨和秋雨 上帝正在为了你的缘故 让天使都来效力 《出埃及记》十二章七到八节 为什么以色列百姓支派中 没有一个是软弱的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得胜有余地 承受一切原有的产业 因为在那一个晚上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上帝对他们说 你们要吃羊羔 而且要用血涂在门框门梁上 我们曾经谈过 那是预标十字架 因为门框门梁上面 一横一竖 那是十字架的印记 你发现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中国人 每到春节的时候 我们也要天对联 也是一横一束 所以中国的文化 跟犹太的文化 有很多相通之处 包括犹太人 他们献祭的时候 他们献的是摇祭 还记得吗 他们会拿羊羔的腿 他们会拿起来摇一摇 因为他们要去外婆桥 这是摇祭 然后他们还要举祭的 把祭这样举起来 但是中国人拿错东西了 中国人拿的是香 你看那些迷信的 他们拜佛烧香的时候 他们也是拿着香 而且你知道 拿几株香你知道吗 三株香 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几位体的 只是他们不明白 犹太人他们献祭的时候 献祭就是搞关系 他们是把祭物拿出来 摇一摇的感恩的祭 弟兄姐妹 犹太人 以色列百姓 他们的家门口 有十字架的印记 仇敌不敢踏路的 死亡不敢踏路 这是为什么 当我们每一天 每当我举起这饼 还有这杯的时候 我要宣告 疾病不能够入侵我 无论别人说 现在这个猪啊 有这种瘟疫啊 你要说 第一 我不会买到这种猪肉 第二 就算我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情况 奉耶稣的名 完全对我无害 因为耶稣的宝血 遮盖我 遮盖我的全家 这是宝血的思维 而神对他们说 那一个晚上 他们吃了羊羔 你看那个羊羔 是用火烤的 不可以用水煮 因为用火烤就代表 火是一种审判 对羊羔 完全的审判 你们只要吃下来 你今天听得到 一定是要讲到 你不需要做工 因为耶稣已经受审判 耶稣做了所有的工 你吃下的灵修 独物 一定是要谈到 耶稣完工 耶稣完工 你整个生命会健壮起来 不要什么灵修都看 很多文章写着是灵修 很多话 虽然说是什么什么 恩典 这些话里面 你要看见 是要怂恿你去做呢 还是鼓励你 写下来 因为你吃的羊羔 必须是被火烤的 什么意思 是已经完工的 已经担当的 已经受审判的 你只是要受 以色列百姓 那一个晚上 吃了火烤的羊羔 他们自拍中 没有一个是软弱的 那一个晚上 神在整个以色列百姓中 醒了极荣耀的 超自然的神奇 每一个人都有经历 看到了吗 没有一个 就代表所有的人 这是蒙福的一年 这一年 所有聆听到 纯正福音的 每一位 这是波典的弟兄姐妹 来领受吧 所有的弟兄姐妹 没有一个 是继续被瑕疵的 没有一个是被谎言 门闭的 没有一个是继续被 仇敌的谎言 所搅扰和攻击和吞噬的 以色列直排 那一个晚上 所有的人都经历红恩 创世纪四十五章 我要跟大家 往回追溯一下 以色列百姓 他们曾经 为什么会去到埃及 其实在跨年之夜的时候 我有谈到一部分 就是关于月色 月色是先被卖到埃及的 被兄弟们 虽然兄弟们的想法是错的 不好的 但月色后来被神的爱 洗涤和充满 他说神的心意 原是好的 换句话说 上帝是不好的 可以变成好的 上帝是人对你的攻击 和陷害 到最后转化 成为得胜有余 像仇敌夸胜的一个见证 圣才转过来 祝福那一些 曾经伤害你的人 不可思议的 残酷高深的 我们往回追溯一下 因为在这里面 有重要的经意 要向我们启示的 当月色被卖到埃及 后来经历了一系列的遭遇 他身为宰相 整个埃及和迦南地 都闹大饥荒的时候 月色的兄弟们 就来埃及买粮食 但月色认出他的兄弟们 到最后相认了 月色对他的兄弟们 说什么呢 他说现在这地的饥荒 已经两年了 还有五年不能耕种 不能收成 神猜我 在你们已先来 为要给你们 存留余种在世上 又要大肆拯救 保全你们的生命 神为了救你 神会提前预备一些的人 他们先领受了 然后他们把他们领受的 分到你这里 第九节 月色对兄弟们说 你们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 对他说 你儿子月色这样说 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 请你下到我这里来 不要担言 你和你的儿子 孙子 来牛群羊群 你发现没有 上帝常常提到 牛群羊群 什么意思啊 这是代表你的财物 上帝今天对你说的是什么 上帝说 你的保险柜 你的汽车 你的自行车 你的电瓶车 神说关于你的一切 都是我所关心的 并一切所有的 都可以住在歌山地 与我相近 月色说 你们来 住在歌山地 你知道歌山地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与我靠近 然后月色其实在这里面 玩的是一个文字游戏啊 月色在这里说 你们来住在 与我靠近 好与我靠近 哈利路亚 月色关注的是什么 与我靠近 弟兄姐妹 领受恩典的知识 和在关系中靠近主 是不一样的 也许你在想 我听恩典福音的讲道 我听的时间不少 甚至我听了很多年 哇 牧师 你讲什么知识点 我都知道 你讲的东西 我甚至能够举一反三 很好 已经很好了 但主说还可以更好的 就是更亲密的关系 因为月色在这里预表的 耶稣基督 他说你来靠近我 你看到了吗 整个世界在黑暗 世界只会越来越黑暗的 弟兄姐妹 世界越发黑暗 月色说 我预备了一个光明之地 在那希望的天野 靠近我 他在邀请你 2019年 你靠近他 黑暗 阿爸 我更深地靠近你 我不能只是积累知识 你知道保罗甚至谈到一句话 他说知识只会叫人 自高自大 唯有阿嘎佩 能够造就人 什么意思 哎呀 我懂了 我明白了 有讲这一通 月色不是快点的时候 有讲过吗 所以我们有这些知识的 吸收的时候 你的魂里面总是喜欢信的 喜欢刺激的 但是关系不一样 关系是什么 我永远看你都看不够 哈利路亚 关系里面只是灵里面的连结 那种满足 月色说来靠近我 每次你听到任何一篇 恩典的话语的时候 你只是说主啊 我要更靠近你 就是现在 一起来说 阿爸我要更靠近你的爱 Amen 继续说 阿爸父的爱吸引我 这才是精髓 他关注的是 你来到我面前 一切都是你的 先记住 隔山地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展开讲 隔山地 很重要的 在黑暗的时代 隔山地 是极其与众不同的 现在我要延伸 与主关系的这一点 你还记得米非波社 当米非波社 曾经接受错误的谎言 而逃难的时候 逃离大卫 因为他接受的谎言 是大卫要来追杀他 错误的信息 你看到 忧伤的人死骨枯干 错误的信息 让人失去能力 和行走的力量 错误的话 也会废掉人的一生 米非波社 住在罗底巴 罗底巴就是没有草 什么叫没有草 四天二十三天 他淋没在 青草地上 在渴 暗歇的水边 青草 吸水 代表神的话 弟兄姐妹 尤其是我们所有的服事同工 你知道当你 一直在服事 有时候我们会被门闭的 我们觉得服事 就是在亲近主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在做属灵的事 很危险的 一旦你 生命中没有持续的领受 被喂养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可能比 你要去喂养的人 都更苦干 你知道啊 米非波社 他整个人生的上半场 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叫悲剧 生命从一个贫瘠 到下一个贫瘠 从一个荒凉 到下一个荒凉 从一个苦毒 到下一个苦毒 他每天耿耿于怀 大卫都是你害的 他不能行走 人生剩下的只有绝望 那一天他听到 门外有一个呼声 米非波社 大卫派来的 当我们听到恩典福音之前 我们甚至都觉得 信耶稣大概就是这样嘛 信耶稣还能怎样 除了遵循宗教的传统 然后我们感觉 好像比别人有优势 其实除了灵魂得救 我们很多时候的生活 并没有太大差别 甚至增加了很多累赘 很多恐惧 很多不敢 而不是更自由 乃是更压制了 因为信的错误 让人在限制里 被吞吃 被这种谎言的门闭 那一天米非波社 听到大卫派来的人呼唤他 米非波社回到大卫的王宫 他战战兢兢的 长话谈说 最后米非波社被大卫供应了 所有曾经失去的产业 大卫全部都给他 而最重要的 撒摩尔基下第九章十三节 于是米非波社 住在耶路撒冷 常与王同袭吃饭 约瑟对兄弟们说的话 约瑟说 来与我相近 你看到了吗 如出一辙的 因为这些都是预表耶稣的 耶稣是属天的约瑟 还要对兄弟们说 来靠近我 大卫对米非波社 米非波社 是代表最软弱的 最羞耻的 没有力量站住的 甚至圣经谈到说 他两条腿都是瘸的 其实掀开桌底下 谁没有软弱和缺点啊 但是不妨碍 坦然无惧的到 我们的哥哥面前 我们的耶稣基督 我们属天的兄长 大卫对米非波社说 来靠近我 就是现在 跟我一起同袭吃饭 享受我为你摆设的演习 不要再关注自己的软弱 只要来到我面前 跟我一起吃 如出一则 新约中 耶稣讲到的这个比喻 当让子回家的时候 爸爸说 把那肥牛犊宰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米非波社 大卫对他说 来跟我同袭吃饭 现在让子回家了 爸爸对他说 来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还记得吗 我们的神 是一个真正宇宙级的超级大吃货 大家知道 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 跟什么有关 跟吃有关 是迦南的婚宴 是大吃大喝的 而且他顺便 咋好意思摆吃人家呢 一挥手 甚至不挥手 只是一句话 六缸的水变成酒 吃货 而且只有吃货 才知道什么酒是好酒 所以他变出人间没有的好酒 因为吃货 知道那个level 是在这种水平的嘛 哈利路亚 我竟然会第二个单词 你了解 耶稣基督行的最后一个 被记下来的神迹 是彼得 153条大鱼 而且那一个加利利湖边的清晨 他亲自烤了鱼和饼 只有吃货 才愿意亲自下手 你看 他亲自做了早餐 他第一个神迹 和被记下的最后一个神迹 都跟吃有关 你知道在创世纪里面 上帝对亚当夏娃怎么说 他说 所有园中树上的果吃 三个字怎么样 随意吃 吃货 而更重要的是 有一天他要接我们回家 享受羔羊的联系 还是吃啊 哈利路亚 跟你旁边的人说 阿爸父很懂吃啊 耶稣 你知道有一次 我跟几个童工 我们一起去火锅店的时候 那个火锅是圆桌嘛 那个服务员就告诉我们 他说 来到这个圆桌吧 因为圆代表团圆 圆代表 大家可以融合在一起 一起吃 神要对我们说 我也邀请你到我面前来 我相信天堂只有圆桌 没有方桌和长桌 我们是跟他大团圆 那个桌也不是很大 就是坐了下几十亿人而已 哈利路亚 那是真正的超级大吃货 他说样样都预备好了 而且耶稣说 我去是为你预备地方 因为几十亿人的大圆桌 这个地方倒真的要好好预备一下 现在你看大儿子不干了 《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八节 大儿子三世 不肯进去 他父亲就来劝他 你知道劝他干什么 劝他来一起吃啊 大儿子说 你这个儿子和仓器 吞进了你的产业 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父亲对他说 儿啊 你常和我同在 你看爸爸关注的就是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你告诉我 先是你的还是先是同在 同在 然后一切都是你的 封耶稣的名 以马内利的爱里面 一切的产业都是你的 三十二节 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 死而又得的 所以我们里当欢喜快乐 你猜猜看 欢喜快乐干嘛呢 是 肥牛都已经窄了 什么意思啊 不要再抱怨神了 凭什么 凭什么恩宠不对的 凭什么人家恩宠这么大 凭什么那个人 让你做见证 别人欠他 那钱都拿回来了 我呢 祖说不要再抱怨 祖说来一起吃 先吃嘛 吃得好 一切都是他运行 他动工的 阿爸父关注的就是关系 我要跟你分享 阿爸父的渴望 就是你来到他面前 撒个娇 撒娇的人是最有安全感的 撒娇的孩子 有乐此 你看到了吗 一个孩子不会撒娇啊 其实爸爸一切都是你的 我跟了那么多 爸爸说孩子你撒个娇就好了 像你弟弟一样 这么不要脸 多蒙福啊 你何必还在逞强 还在那里装呢 你就是爸 我也要 他说千山的牛 万山的羊都是你的 在你面前撒个娇 喵喵喵喵喵 哈利路亚 跟你旁边的人说 在阿爸父面前 最有安全感 跟他说 因为我们今天谈论的是关系嘛 你看到 约瑟 唯独给变雅民 三百银子 五套衣服 我曾经解释过五套衣服 但我之前从来没有解释过三百银子 你知道为什么给变雅民 这么大的恩宠吗 主人一层面 我们知道变雅民时代 是末了时代 最后一波复兴 是神恩宠的浪潮 可是从他们的关系的角度来说 因为只有变雅民跟月色 是同父同母 关系最近的 你看到了吗 关系不一样 恩宠不对等 哇 关系不一样 恩宠不对等 都是领受耶稣救恩的 关系不一样 恩典福音慢着裂开 就是邀请你来搞关系 你记得多少的知识 如果不是进到关系的层面 不是进到生命的层面 因为生命就是关系 你会发现 我听了那么多 记得这些知识 为什么我还是这些光景啊 为什么我还是这么可怜兮兮啊 因为神说是关系 又是跟变雅民关系 跟别的兄弟们不一样 别人是怎样 同父异母 唯独变雅民 同父同母 我先跟你解释 五是代表恩典嘛 五套衣服 就代表你生活所需的一切 都是比那些信的错误的人 多五倍的 就代表无尽的恩宠 而三百代表什么 在圣经里面三百这个数字 有多少人知道 以诺与神同行 三百年 有多少人知道 积淀带着多少个勇士 七三米店人啊 三百勇士 有多少人知道 所罗门的圣殿里面 他放的金盾牌有多少面 三百面 我不用说你肯定知道了嘛 这样子排比下来嘛 你知道三百代表什么吗 三百代表得胜 积淀三百个勇士 击杀仇敌 盾牌也是一个征战的武器 三百面 代表得胜 但三百也是代表 关系的同行 以诺与神同行 三百面 代表亲密的关系 而积淀的勇士 之所以能够得胜 也是因为关系 神与他们同去 耶稣是在发出一个呼唤 说变亚明 我们两个关系 是最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属天的启示 神要对我们说 变亚明之派 我们跟他的关系 应该是最近的 因为一切的曼子都裂开了 你无所惧怕 在黑暗的时代 因为有关系 你可以闪闪发亮 第一个方面 当埃及遍地黑暗时 割山地却充满光明 到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 要出埃及之前 法老公开始 是非常高硬的 一个灾 一个灾 虽然他知道 处境极其艰难 但他还是硬着心肠 而生许可他 到最后第九灾 整个埃及发生了什么 和和本修订版 他这样说 出埃及记第十章二十一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向天伸出你的手 是黑暗笼罩埃及地 这黑暗甚至可以摸得到 摩西向天伸出他的手 浓密的黑暗 就笼罩埃及全地 三天之久 我们今天 看看这个世界的大环境 我们可能说 哇 有许多的公司 在倒闭也好 很多的人失业也好 哇 很多的人 生活处境非常艰难也好 浓密的黑暗 当圣经轮到这个黑暗的时候 不是一般的萧条 不是一般的艰难 而是浓密的 看另外一个版本 你就知道 这个黑暗非常不一样 NLTE本 它这样子翻译 它说 那黑暗厚重地 让你能够触摸得到 它起了怪了 黑暗竟然像变成物质一样 和和本修订版翻译说 三天内 冷冷就是埃及人 彼此看不见 谁也不敢起身离开原地 下面一句话 我们一起来 一二三 但所有以色列人住的地方 却有光 Hallelujah 我们以为 以色列有光 他们大概有什么一些物质的方便 可以点蜡烛 点油灯 我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是你讲到整个埃及都黑暗 如果以色列人 他们的光 自然界的烛光 自然界的油灯 难道 埃及人 埃及人还比不过这些奴隶吗 埃及人难道没有油灯吗 埃及人难道没有蜡烛吗 埃及人难道没有点火的设施吗 玩笑开大了 你知道这里面的黑暗是指什么 属灵的一种黑暗 就是黑暗到一个地步 火都点不起来 火都点了火 没有用 火点起来 依然是黑暗的 无法想象的一种浓历的黑暗 像颗粒一样的 有一种压迫感的 神在对我们说什么 听好 一个人如果在咒诅之下 你怎么点灯 点灯代表人的功 你了解吗 用人的方法为自己照亮虔诚 你怎么努力 如果你是在咒诅之下 你是在黑暗的瑕疵之下 人在努力也只不过在绕圈 终会回到原点的 这是世界的观点 家里面是养驴子 养了驴子卖票子 卖了票子买车子 买了车子买房子 买了房子娶妻子 娶了妻子生孩子 生了孩子养驴子 养了驴子卖票子 卖了票子 买车子买房子 娶妻子生孩子 人就在这样的循环里吗 一直走不出来 你跟他说 山洞外面另有一番天地 他会拿棍子打死你 说我们在这个山洞里 黑暗的环境多舒服啊 我们去到外面 眼睛都睁不开 你跟他说 有一位神 他创造天地挽游 有一位神 有一位神 他将是拯救你生命 有一位神 他完成了十家子宫 让你安息 你说开玩笑 这是山洞外面的谣言 这是个谎言 我们就活在山洞里 有个浓密的黑暗 让他们看不见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顺道一提 我非常阿们 学耶稣牧师讲了一句话 他说当你看到 听到今天很多人 反对恩典福音的时候 你不要跟他们 用血肉的绑壁来征战 因为你怎么可以 骂一个瞎子说 你怎么瞎了 因为他瞎了嘛 他看不见嘛 那是一个属灵上的门壁嘛 评牧师说 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为他祷告 并且 他说 我征战的地方 不是在网络上 不是在别的地方 跟他们你来我往 他说我唯一的 征战的地方 就是教会的讲台 我只要把真理传讲出来 就是最好的征战 把真理传出来 因为很多反对恩典福音的人 他们看不见 他们被门壁 这是一种属灵上的黑暗 不论他是 头衔上牧师长老 还是什么人 这种门壁 黑暗遮盖大地 一万遮盖万民 而我非常感恩的 屏牧师用生命活出来 无论人怎么对我 我知道这是你的征战 这是为什么 神的聚光灯在屏牧师身上 因为我知道 那是一种关系 我们只看到人的讲台 讲台上很有龙光 可是私底下 那是中的关系 能够真的承受这些的产业 承受得起的 那是一种关系 黑暗遮盖大地 人们被属灵的一种门壁 他们黑暗 不是物质界的黑暗 是属灵界的黑暗 而你知道 以色列人 却有光 以色列多少人有光啊 所有人 你想一想 有没有可能 在那一群以色列百姓中间 他们中间有人 两夫妻是矛盾的 他们中间有人 哪一个爸爸 讲话是很粗鲁的 他们中间有人 哪一个孩子是很悖逆的 为什么以色列 所有的人都有光 无关乎你的生活 只关乎你的身份 哈利路亚 神的光显在你身上 认定自己的身份 然后在这个身份上 靠近他 主啊 我有光 虽然我软弱 你了解吗 所有的 圣经没有说 那些以色列人中 虔诚的人才有光 那些以色列人 每天读经多少 传福音多少的人才有光 所有的犹太人 以色列人都有光 只要是站队身份 在这个身份上 更靠近他 弟兄姐妹 世界虽然一片漆黑 你却闪闪发亮 神会帮助你 在职场上 你怎样跟人相处 神会给你智慧 在家庭中 怎样与家人交往 家族交往 Amen 春节 有些弟兄姐妹 也许你要回老家 也许回老家 有一些的脸孔 是你不太喜欢的 不要点头出卖自己 你不想见到那个人 或者三姑六婆抓住你 问你家了没有 问你男朋友 有没有 等等一些话 你要知道 你里面有智慧的泉源 你里面是有光的 我告诉你 人家会看到你的脸 人家说 哇 你真的是不一样 我不能够解释 为什么 可是你的眼神会说话 我知道你的额头都发亮 真的 我知道晚上走夜路的时候 你不用带电灯泡 你的眼睛就是过 神说 所有的以色列人 都在发亮之地 什么意思啊 世界虽然一片漆黑 神照亮你的职场上 每一步选择 每一步选择 一人的路向 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直到路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耶稣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随我的 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光已经在我里面了 大家一起来说 光已经在我里面了 你了解吗 当你要做选择的时候 先寻求你里面的光 因为那个光会指教你嘛 光会告诉你说 嘿 那个是个坑啊 那个人现在跟你说的 这个合作的项目 是个坑啊 你不一定指出他 你只是拒绝他就好 有一些的人 圣灵的里面 圣灵会光的嘛 光照亮你嘛 他会告诉你说 嘿 有一些的人 只要远远地 祝福他就好了 因为你一跟他接近 你还不到时候 你很容易被他拉过去的 你很容易被他负面的 抱怨的 消极的 错误的 他口中出的 都是一些负面的东西 他把你拉过去的 神的光会照亮你 而且保护你 这是为什么 我们要在灵里面运行 我要跟着光走 而不是黑暗走 光在我里面了 他会带领你 也许你正在为孩子 预备筹算前面的道路 神会指教你 做正确的选择 不要惧怕 因为神已经知道 你的一切的 他会把合适的人 带到你的生命中 来帮助你 若是你需要资源的话 鱼儿都可以掉过来的 你只是跟进他 我们都是光明之子 都是白瘦之子 我们不是属黑夜的 也不是属幽暗的 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 第二个大点 接下来 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怎样 心意更新 完全脱离埃及的思维 以色列百姓 他们在埃及待太久了 几百年了 一代一代的传承 长辈把错误的观点 传到下一代 神说 当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我不只是祝福你们的所需 我更要改变你们的思维 这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的 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从一件事情 可以看出 以色列人他们的思维 还留在埃及 虽然他们的人出了埃及 今天我们已经离开世界 但是我们的心 有时候可能还在世界的 谎言的瑕疵里面 这是为什么我很喜欢 这首歌 时间不再吸引我 主爱 胜过全所有 一生最大的祝福 就是有这一位过 这一位智慧的全员 住在我 里面 世界不能吸引我 我做任何的事 我不要看世人是怎么说 怎么判断 世界的人说 你要不断地进修 你要不断地学 活到了 学到了 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可是人们很容易被消耗 因为过度的危机感 使人容易上当 神要对你说 你学任何东西 都不要在忧虑中去学 因为你担心 我如果不学这个 我会落后 神说 我也能够让你落后的 是你没有跟主好的关系 谁会落后 约瑟看起来是 一生都没戏的 最落后的 在监狱中的奴隶 当上帝提升他的时候 谁能够拦住呢 看到了吗 今天人 不是因为力战而得胜 马不是因为力大而跑得快 耶和华的眼目 看顾 领受他慈爱的人 敬拜他的人 明书记十一章第五节 当以色列百姓 他们在旷野的时候 他们怀念埃及 他们说 哎呀我们记得 在埃及有什么 黄瓜 西瓜 韭菜 葱和蒜 而当他们 拆派十二个探子 进到迦南地的时候 神在迦南地 给他们的食物 神提到的有几样 就是葡萄 石榴和乌花果 我们都知道 这两种食物 为什么神特别 要把它记下来呢 因为这是代表 属天的和属地的 在埃及 他们吃的是 葱姜蒜 要弯腰的 你看到了吗 所有这些东西 都要弯腰的 韭菜啊 葱啊 蒜啊 要弯腰才能食取的 弯腰代表什么 人的力 劳力 而在迦南地呢 挺直腰板 很容易的 摘一个葡萄 无花果 鲜料 很轻松的 他所吃的福 使人不用弯腰流汗 轻轻松松的领受 但是他们怀念的是 弯腰的日子 当你活在定罪中的时候 你不会有好的期待的 当牧师在谈道 嗨 弟兄姐妹 2019年 是你人生中 最美好的一年 活到现在为止 当然2020年会更好 但就现在而论 2019年 将成为你生命中 最好的一年 你知道吗 你听到旁边左右的人 持起皮肤 然后你问问你自己 牧师 你就站着说话腰不痛 就拿这些见证 别人的事情 来激励激励我一下 什么时候我真的能够 你不知道我有多绝望 你根本不敢有正确的期待 你期待的都是坏事情发生 你不知道 当你有这种思维的时候 其实你正活在一种定罪感里 只是你麻木的 可能都不知道 那些每一天拔出这些定罪感的 他一醒来就是 哎呀 又是美好的一天 虽然我正在水生活乐之中 但是我知道 主正在向我倾到红恩 因为我没有定罪感了 我的人生只有好消息了 一人的路 只向黎明的光 上帝没有说 那些虔诚的义人 那些现在非常可慕爱住的义人 他的路才向黎明的光 所有以色列百姓都被光照亮 是认知的问题 还有关系的问题 当定罪被拔除 恩宠将大能的涌流 世界是怎样挟制这些以色列人的 出外接去第一章 当约瑟离世以后 又不认识约瑟的兴亡起来 治理埃及 对他的百姓说 看哪 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 又比我们强盛 于是埃及人派都公 挟制他们 加重担苦害他们 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祸城 就是比东和兰塞 然后十三节 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 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 我们中间 有没有一些 你觉得你现在的命有点苦啊 不要举手 哎呀 有很多重担 你知道吗 你眼睛一睁开 你就活在要求中 也许有些姐妹 你眼睛一睁开啊 你就感到被要求 孩子 我要早一点起来给她做早餐 丈夫 有很多的事情也压在我身上 我要帮她去处理 家里面的老人家 要好好伺候 从早晨起来 一睁开眼睛 到晚上睡觉 你可能是家里面最辛苦的一个 却可能是被抱怨的最多的一个 有太多的重担 一醒来就重担清洗你 一醒来就重担清洗你 你知道吗 在圣经里面也好 其实现实的生活也好 很多的男人 不负责任 女人比较负责任 很多的大姐 家里面的大姐 如果有很多兄弟姐妹 都是半个妈 帮妈妈养孩子的 所以我们从小就培养了一种 要负责任 要努力 要拼 如果没有我 我保证地球不会赚 我跟你保证 真的 我们从小被培养了这种思维 我要顶天立地 我要扛很多的责任 姐妹 余伟文很快就来了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思维 如果不是真的在安息中卸下来 主啊我不能 我不能 也不要看到问题 马上就去处理 因为问题永远处理不完 牧师你不知道 如果不去处理问题 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你一辈子跟在后面处理问题 主说 如果你愿意有一个转变 也许暂时看起来问题更糟糕 可是你的思维转变 你先来到主面前 然后跟着神对你的引导 再去介入这些问题 哪一些事情 信的要去处理 哪一些事情 等一等 看神帮你处理 帮你征战 你会发现 反而事半功倍 神为你征战的 大姐 神为你征战的 有时候我们太累啊 对不起 我又想起一句东北的 一个科啊 东北的科 一个人太累啊 或者说一个人半倒啊 会怎么样 不磕了皮啦 你了解吗 会半倒 会跌倒 会摔倒的 然后我们就说 哎呀 命苦啊 埃及人就是这么对 以色列人 因为看你能干嘛 干 老板 对员工也会这样嘛 有时候也是我们自己愿意的 我们找的 知不知道 你在消耗你的身体 你在消耗你的心 你也在消耗你跟神的关系 你在透支 到最后你会筋疲力尽 每天醒来的时候 无论事情多么 宝贵的弟兄姐妹 不容许 重担 是你第一个要去关注的 耶稣是我第一个要关注的 Amen 你看 奄奄的做工 什么意思 因为你懒惰 因为你不够 给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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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姐妹 也许你的丈夫抱怨 也许你的孩子对你不满 我看到很多的姐妹 劳苦重担 哇 很多弟兄也是一样 埃及人 他们派都工 挟制他们 加重担 苦害他们 他们为法老建造 两座积货城 就是比东和兰塞 特别留意 苦害他们 那个苦害的原文叫压迫 而且死其被占有而受苦 什么意思 我没有自己了 我每天一醒来 我已经迷失了 我只是像奴隶一样 看啊 你知道生孙 当他被抓住的时候 眼睛挖掉 像驴一样的在那里推磨啊 他没有歇下来 思考啊 以撒在田间墨下 那一天 他看到利百加来了 亚当睡了一觉 醒来 这是我的女人 鼓中的鼓 肉中的肉 你看到了吗 甚至在荒芸关系里面 在情感方面 以撒只是安安静静 在田间墨想 利百加来了 亚当睡了一觉 醒过来 哎哟 女人来了 看到了吗 你一歇下来 很多事情 反而会好事情发生 甚至主动会早上来 因为神正在为你调动玩油 当你睡觉的时候 是你最安息的时候 因为你睡觉的时候 是最无能的时候 神在一件事情上 无论是皇帝还是乞丐 都统一了 谁都得睡觉 只要是个睡觉的人 都是软弱的人 都是需要神的人 别神气 你也是个会睡觉的人 有本事 别睡觉 只有他是不打顿 也不睡觉 而神的恩宠 在你睡觉的时候 依然为你效力 你先特别留意 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被挟制 要建造两座城 就是比东和南塞 你知道比东是什么 公义之城 南塞是什么 太阳和荣耀之城 什么意思 代表人的手 在建造公义 人的手 为自己建造辉煌和荣耀 你看看我的名片 这么多的头衔 这是我们人的荣耀 给自己戴很多帽子 很多人自己的手 打拼出来的荣耀 然后是什么 人的义 你看公义之神 就是人的公义 我多么虔诚 到最后还是虚空的虚空 这是人的力 所建造出来的 最后 出来几句第五章 以色列人已经这么可怜了 他们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 为什么这样带你的仆人 都公的不把草给仆人 并且对我们说 做砖吧 哪有叫人做砖不给草的 因为当时 他们的砖是用草做的 但法老说 这句话你看 法老说 你们是懒惰的 你们是懒惰的 这是法老 拿一个鞭子 就好像这个东西 法老就指着他们 你们是懒惰的 你们是懒惰的 给我干 给我干 就是这些话 当以色列百姓 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还带着定罪感 就是我还不够 我还不够 然后法老说 你们懒惰 所以说 容我去祭祀耶和华 现在你们去干活 给我做 草食不给你们的 专去要如数交纳 这是世界 世界要榨干你 掏空你 然后当你没有价值的时候 把你甩在一边 因为你被利用完了 弟兄姐妹 我有主耶稣 祂就是要给我们 祂说 孩子 这个世界很多的人 都是利用你的 都是看到你身上 有什么好处可以捞 彼此交换 你爱我 我也爱你 你给我黄瓜 我给你南瓜 你给我西瓜 我给你冬瓜 你给我鸡蛋 我给你鸭蛋 你给我炸蛋 我就给你原子蛋 如果你再给我个青蛋 我们都完蛋 这是世界嘛 你爱我 我也爱你 我们不要抱怨 因为世界就是这样的嘛 就是黑暗的嘛 给我干 给我干 那个鞭子一直在抽 抽在他身上 挺好 我们要结束 这是为什么耶稣 要为我们受鞭杀 因为本来要抽在 我们身上的鞭子 都抽在耶稣身上 耶稣对我们说 孩子 你不用再恐惧了 我为你担当了一切的定罪和刑罚 你坦然无惧了 你不要再那么努力 那么辛苦 才可以蒙恩 我为你受尽辛苦 受尽刑罚 你安息 就可以蒙恩 看到了吗 今天有多少的人 早上一醒来 那个鞭子就抽搭他 给我努力 给我努力 给我干 公司要发展 我要业绩 我要目标 我要努力 我不能够绕落后 我要赢过他 那个声音 一直在你的背后 在戳你 在你背后戳你 戳你的脊梁骨 给我干 给我努力 上有老 下有小 哪有天天 敬拜耶和华 你看法老讲这个话 你们就是懒惰 还要敬拜神 一切都是从 重光之福那里降下来的 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全辈的赏赐 雅各说 都是从重光之福那里降下来的 鱼儿不是水里来 鱼儿是天上降下来 安屯是他掉过来 玛纳是他降下来 一切都是他 我今天仇敌 他知道只要戳你 你只要干 你不会领受的 2018年 牧师不管你活得怎么样 2019年 活得开始不一样 主啊 我不能够像奴隶一样 一直被吹着走 主啊 你是我的供应啊 听后 跟主开口要一个恩仇 主啊 连我孩子的学费 是你供应的 不是我来赚的 你供应的 你给我足够的力量 你给我足够的智慧 四半功倍 我奉耶稣 来祝福你 2019年 很多的事情 四半功倍 一半的力气 双倍的恩仇 可以吗 他所吃的福 死人付出 不加上忧虑的 魔鬼 说你的脊梁骨 他告诉你说 你知道吗 你就是爱心不够 你就是爱主不够 你就是什么什么不够 你说奉耶稣 甩掉这些谎言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已经得胜有余 Amen 跟你旁边的人说 我已经得胜有余 跟他说Amen 所有直播点的领袖 教会的领袖 有时候我们都有这种试探 有这种攻击 魔鬼会告诉你说 为什么你的教会 没有复兴 没有成长 因为你做得不够 不 如果没有突破 没有成长 那也是因为 你需要更深的安息 只有安息 是唯一的出路 当教会成长的时候 是在恩典中成长的 可是一成长的 我们就要维持这种成长 哇 原来教会复兴了 那我们怎么样 能够维持这种复兴 人这种想法就来了 这种想法一来 你就开始评漏体出来了 你就开始想 我要用我的力量 讨好别人 我用我的力量 多做点什么 让他留下来 恩宠 就停止了 因为神说 是我把人带过来的 不是你努力的 你要靠着我的恩典 跟着我的节奏 来牧养教会 分手之家 还有所有的直播点 宝贵的领袖 同工们 也许我们的教会 没有想象中的 那种大爆发的复兴 神正在按部就班 按照他的旨意 在带领我们 在带领我们 在带领我们的 不要太着急 虽然教会有很多 不完善之处 可是神说 最重要的 先来到他面前 弟兄姐妹 你的家 还有不完善之处 是的 你的工作 还有很多 你自己无能为力之处 不要让那个东西 搓你的脊梁骨 主啊 我必须要歇下来 来亲近你 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工已经完成了 阿爸 最需要的 只有一件事 是关系 牧师今天早上起来的 哎呀 我真的想把心度掏出来 就是要跟你说 来靠近耶稣 也是要给我们 很大的恩寿 来靠近他 很多人 你太累了 2018年 你活得太累了 2019年不一样 从好的关系开始 耶稣 债务会还过来的 奉耶稣的你 健康会临到你的 门会打开的 耶稣 阿爸复会 带过来这一切 他说我的爱子 已经完工了 肥牛犊已经杀了 肥牛犊就是耶稣 他说已经为你死了 来享受他 享受他 关系 跟亲密 耶稣 一起站起来 主啊 我谢谢你 阿爸 阿爸 我向你感恩 谢谢你今天早晨 你呼召我们 进入到一个 更亲密的关系里 主啊 羊儿 是你自己带过来的 羊儿 是你从天上降下来的 玛纳 是你自己降下来的 安纯 是你引导过来的 一切的供应 一切的需要 是从重光之福那里 降下来的 阿爸 今天早晨 你就是打开我们的眼睛 使我们能够真的 看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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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我们真的可以 歇下来 是在关系中 亲密的关系中 来靠近耶稣吧 耶稣啊 我真的需要你 主啊 主耶稣 我需要你 需要你 需要你 主啊 我真的不懂得 怎样牧养教会的 主啊 我真的不懂得 怎样来建造这个教会的 是你自己的工作 阿爸 阿爸 是你自己的工作 你也今天早晨 对我们所有的 牛姐妹说话 我们的职场上 我们不能够凭经验 不能够靠人的关系 靠人的手段 阿爸 一切都是要单单 依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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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更深的依靠你 阿爸 我要更深的 投靠在你翅膀的印象 主啊 我不允许忙碌 抢夺我们 亲近你的时间 再花一点时间来 自由地祷告 或者一起来敬拜 欧巴 看到 那样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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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多 因为耶稣 你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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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你爱我 欧巴 喊到 那样多大 那样多 更深的 投靠在你的爱里 更深的 跳入 爱的江河里 主的恩典 欧巴 看得来 欧巴 看得来 欧巴 看得来 欧巴 在我 地面 欧巴 看得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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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巴 因为耶稣 在我 里面 我 能勇敢 面对 明天 孤狼 都将过去 我 靠主 站立 哈雷 哈雷 天上 如 万年 来 中 靠 被你的话 语 洗滴 好事情 发生了 好事情 发生了 每一天充满正确的期待 你调动万有 你调动万有为我效力 你调动万有为我效力 因为你爱我 因为你爱我 当我偏离的时候 你挽回我吧 当我偏离的时候 你挽回我吧 当我疲乏的时候 你拉起我 当我疲乏的时候 你拉起我 阿爸父就是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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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的家 爱我的家 当埃及黑暗压顶的时候 当埃及黑暗压顶的时候 戈山地却是光明的 戈山地却是光明的 即使说 我站在义人的身份上 我站在义人的身份上 神的智慧和平安 神的智慧和平安 喜乐和自由 喜乐和自由 从我的生命中流淌 从我的生命中流淌 四日心中流淌 一一共 好 八